我们学离金钟学会非常难得 所以不要搞得太多念佛讲经 该做法会的生死信念过了 其他不用才搞太多 非常难得 二十几年下来就是这个 都是大家互持互相互持 到里面我是来修福 修福第一个元素就是要断恶修神 把你的爱 把你的时间 把你所有的贡献给一切众生 那这个道场会带来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最近就常常跟我们那边的法师 都是这样讲话 真的 只要你如理如法 只要你依照经典里面的所所 俗的教诲 你不用担心 比如说我们真正念佛 真的阿弥陀佛会照顾你 真的 你要相信的 真的 我没有骗你的 像我最近封城 封城最近 不是已经将近两个都业了 对不对 师父都不出门 只有丢垃圾才出去 但是每次要丢垃圾的时候 你看 那个门口一大堆东西 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现在的房间全部都是食物 我不知道谁送来的 我很想告诉他们 你千万不要再送来了 所以我走到哪里 这一点 我就不用担心 真的 因为我喜欢修这个供养 这个布施 给这些生团 这些 或者贫穷的这些 像每一天 我有去供养这些贫穷 供养多少 供养多少 他们给他们米 这些 这些杂粮 供养给他们 都有这样的 所以真的 你真正理念佛 你不用操心这个 所以现在一大堆了 我一直想 你不要再送 真的不用再送 缺的时候我会讲这样 所以 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非常难得 我们能够 这一生 遇到净土 所以很多人问我们 这个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做什么 我们看下面 下面的那一章 我们应当要明白 我们应当要明白 首先 我们要知道 念佛的目标 在哪里 这个一定要知道 我们念佛的目的 就是要求生西方极的世界 要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今天 你念佛 为了要消灾免难 或者 希望能够事业顺利 事事平安 你这个你不用求他 你不用求这些福报 为什么呢 只要你真正念佛 你就就有这个福报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只要你真的 真正去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会占阿弥陀佛的光 阿弥陀佛的福报 就是供养给十方一切众生 只要你如理如法去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不用求这一个 自自然就有了 不用求